兩岸國際環節 首先講一下這個內地現在都比較Hit的話題 整頓飯圈 飯圈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一些粉絲叫飯 圍著一個藝人成立一個龐大的一塊東西 通常現在因為排他性的問題 經常吵架甚至出現了很多的爭端 甚至影響到社會 比較出名的就是吳亦凡 其實之前也有燒戰 現在還有張哲漢 就搞到這個... 燒專 不是那個是霍專 霍專也有 不過霍專我不太理解他 我免得說他 但總之搞到很吵 網絡環境不好 所以之前官媒說要整頓這個娛樂圈和整頓飯圈 發了聲之後 第一個中招終於出現了 就是趙麗榮的粉絲們 趙麗榮的粉絲們出現什麼事呢? 就是說 趙麗榮和王一博合作一套新的戲 但是因為之前有傳趙麗榮和王一博合作時 就有些磨擦甚至有些不友好 不友好 所以呢 那些粉絲對於和王一博合作有很大的爭議 亦都挑起了很多的時端 包括有些什麼呢? 就是說 越亂越好 各方問轉 才可以令到劇方看到那個隱蔓有多大 如果現在你怕亂、怕吵的話 那沒有聲音出來 以後都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快點就整個熱手出來 就免得像死水一樣 那就麻煩了 結果就真的麻煩了 即是他們吵完之後 就被重署出擊 微博公告就是 因為這個明星趙網網的粉絲 就在這個新劇未有官方明狂消息之下引戰 酸人抵制 也有借系發揮 所以就封了十個帳戶 永久封禁 另外有四個帳戶 就九十日禁言 另外清理了三千多條的微博 也對大概一千九個帳號都作出禁言處理 那整個故事都是很小事 就是這件事 但是開始 就是這件事很小事 但是可以有一個訊號 就是證明了正法上做這件事 事件是很小事 那也算是一個鼓舞來的 因為以前如果說要整風的話 通常整極都是弄這個動閒 或者怎樣 那這次終於不是 但是這個是一個開始 因為你看看 停一停 你不是停一萬個帳戶 就是大陸那些全部的數字 我們從香港的數字去計算 或者停一萬個帳戶 十萬個帳戶這樣停 就是這些是很小事 這件事件 但是問題就是 看得出來整風 從封禁開始一直都要做 其實這個是從范冰冰開始開始 那第二件事也說一下 就是這個高端營料 高端應該是營料的名字 台灣 是台灣製造的 是 不知道是不是很高端 是一個公司來的 原來沒有記錯 那昨天就開放打 那在桃園市 台北那邊有一個人打了 就是一個作家打了 那他翌日就死了 那他打死了之前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打完的時候就說 很榮幸可以和蔡總統 打同一梯次的疫苗 那發表完之後就不知 我認為蔡總統沒有打高端營料 但是這個是台灣自己研發的疫苗 台灣一直按住整件事 就是等高端營料出來 就是之前原來一直做 之前一直做那麼多事情 就是為了高端營料 因為整件事 而他希望自己打回自己的台產的疫苗 那就是因為政治正確性 所以等了很久 又在那裏按住疫情 又不給什麼 因為按住疫情爆發 說謊 所有事情都是為了高端疫苗 那高端肯定性很重要 那終於就出來了 但是高端是 現在的唯一一些 是給FDA的認證 人家實驗 因為美國都有證明自己 就是昨天的復編態 復編態 即是輝瑞 所以高端大家是很存疑的 他說如果沒有技術 他應該是另一個 好像是煽蛋白技術來的 總而言之 他出來是 大家會很懷疑 這個技術 是不是 台灣漲灣的技術 不是那麼成熟 所以就 曾經有個笑話 那笑話就是 台灣只需要說一件事 即是如果大陸一天武統台灣 那他如何是 是證明 那個人是民進黨的粉絲 是一定要拿出來批斗 川普人 打高一點疫苗就可以了 誰打高一點疫苗出來 打高一點疫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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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大陸來講 武通了太平 打高一點疫苗的 就是蔡英文的忠反支持者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這些人如果大陸武通了之後 只要打高很多疫苗的人 全部都武通了 台灣就會去太平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整件事 這當然是笑話 但是高點疫苗的狀況 暫時對台灣來說就是這樣 或者問 其實台灣的生物科技 或者生物醫療的技術 去到什麼層次 他面目做得很好 其實他是懂得做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做 可能要做一些新科技 就是做得不錯 至少他不是很好 但是現在他這一隻 是一個高科技 所以他們的掌握 所以中國死也要做滅活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大家是這一次 這一次除了中國之外 沒有一個地方 正正經經地做滅活的疫苗 暫時來說 真的不知道他好還是很愈懷 因為疫苗打死人也很開心 因為那件事是 那件事是 所以大家會覺得滅活不是未來大策略 即是未來沒有人會用 所以大家都想趁這個機會 大規模去做其他一些 即是大規模這樣跳躍盡了 但是中國就老老實實一點 之後他那些所有 你想得出來的疫苗 所有你想得出來的技術 他都會做的 但是現在他做 黑波帝先 所以就是整個東西 當然他有一個十四日市場 整個中國是整個大戰略做得穩健的 即是那些MRNA 他全部都會做 現在好像有些DNA疫苗 然後總而言之 他每一種都會做 當然 第二天就打死人 就是很打擊士氣 對,很打擊士氣 好像美國那樣打擊士氣 但是大家是有個期望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問題就是滅活難打 所以只是你這樣打 你一定是菜粉 之類的 下一單就是講一下美國商文 美國就打算拋售 2000萬桶的戰略石油儲備 屬於七年來最多的賣一次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我掌握不到整個狀況 我掌握不到整個狀況 但是如果整個在石油來 因為飛機不行 所以石油最大中的就是 車和飛機 如果現在大家用了電動車 和飛機停擺完之後 石油的狀況是有問題的 即是你根本上用不了那麼多的時候 因為儲備是需要錢的 儲備是需要錢的 但問題是你拋了儲備的話 儲備是需要錢的 不過問題就是 你儲備的儲備有些是死錢 已經是意出之物 所以你究竟是否需要去拋售呢? 因為那些錢你沒有了之後 你就會減少儲備 那你那堆利物方塊 還是怎樣? 這件事很麻煩 我就不知錢就不會太多 以美國來說 以美國購入 我就有些懷疑是否為了錢 但是整件事就是儲備 即是那件事是收回來的 才是其次 但是儲備那些是在付的 如果你真的用不了那麼多 你的儲備有多少呢? 是要視乎你的用途多少去做的 因為儲備是浪費 你的儲備是浪費 所以你用不了那麼多的時候 你就控制這個儲備 即是在戰略上是有需要的 但真正無論有些內內的原因 我就不知道 但是石油對石油的使用量 或者未來的使用量是否會減少 據報美國有6億桶的石油儲備 那2000萬里就計算數 所以不會為了錢 但是問題是整件事 他都應該是計算數 計算數 我用少了儲備便少了 我要少一點 但是會不會這樣導致油價下跌 影響到美元的價值呢? 油價下跌都是必然 即是已經是沒有辦法了 即是因為你是兩個 即是電動車和飛機減少 飛機航行很久都不會用 因為石油其實是這樣的 石油通常人們用時間 用多久時間的戰略儲備 他的戰略儲備 即是三個月半年 中國就在這裏加領 其實日本最長的 日本都能去到九個月 你三個月就正常了 如果太長的話也是沒用的 而中國都在加緊石油儲備 美國就不用那麼多石油儲備 因為它本身是橙油 但是中國的油 雖然是橙油 但是油量比較少 就需要更多儲備 日本沒有 所以就要更多儲備 通常會用這樣計算 即是儲備夠多久用? 日本的儲備通常比較多 我聽過一個傳說 就是卡諾B 當中製作出來的 就是日本的戰略儲備 和薯仔 儲備完之後 現在要處理 就買了給卡諾B 卡諾B就切片炸掉它 我也想做這些儲備 你家裡有沒有儲備? 也有的,一個月儲備 一個月量 對 我最後也說一下阿富汗局勢 也有很久講 但其實看錶 應該只有那十天而已 十天來講 到變天都變得很快 據報G7 打算討論 可能會制裁塔利班 保持一致立場 聖應握制裁 他現在說是聖應握制裁 總之就是要一致立場 而杜魯多 即加拿大都講得很明 其實已經起了鋼 塔利班是恐怖組織 所以我是否都會支持 對他賺制裁 但是似乎他大老闆也不是這樣看的 中情局局長 八恩斯 去了和塔利班的領袖 就是巴拉達爾聊天 很有可能就是先談這個撤軍問題 如果談一點數 會不會對他有很嚴厲的懲罰 這也是另外兩體 情況就是這樣 情況就是 或者泡利班恐嚇他 說你一定要八月三十一號前撤走 所以他們是有約定的 雖然是有計談的 所以整件事 美國就會在很尷尬的狀況 他尷尬的狀況就是 這是仇家 你打了這麼久 你能夠承認他 你承認他 但問題就是 如果他已經和北方聯盟 到最後統一了全國 你不承認他 到最後你就承認他 結果你就被中國進入去 你就賤了張 你不承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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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認他 你不承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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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認他有好處 所以整件事很尷尬 但譬如老多 雖然是我國家的領導人 因為我是加拿大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很難受 做為加拿大國民 我覺得就是 為何領導人會這麼久 我覺得 你的心很難受 你明白嗎 心難受的地方 就是你的領導人是太久 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那件事 你失去一個國家 而加拿大這二三十年 一直都在失去國家 整個國家 你不是一個獨立 譬如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富庸 但新加坡作為一個富庸 這個國家是好過加拿大很多 我為加拿大國家做到這樣 我們國家才能做到這樣 我覺得很羞恥 即是各個國家 新加坡會做得比較不必不容 但是 不必不寒 撤軍本身是說9月11日 那就是拜登特意湊夠的日子去說 現在就說到8月11日 你現在是約了8月11日 因為是約了8月11日 那就是非常之尷尬 現在你如何大規模這樣走呢 就是 走就一定走到的 但是你會不會帶你手下那些 就是 漢奸 即是雅奸走呢 如果你不帶的話 你非常之沒有道義 雖然美國一向都沒有道義 但是你也要跟國內交代一下 那不是跟國內的性 還有其他一些 因為還有一些potential的 亞奸 potential就是醫癌 醫癌 還有很多那些 台灣的那些台奸 那些 台灣的那些漢奸 對不起 那些要處理 因為如果你不處理這些 你不處理這些亞奸 如果中國一打來 台灣如果打了輸了 那就糟糕 那便立刻投降了 即是不會打的 即是他們會立刻投共的 如果你這樣做 那些骨牌 你如果不處理這些亞奸 我不是說不說 你不處理這些中心的狗的話 你中間的骨牌效應很嚴重 一打一打一打 原來你放棄的 那我以後 如果中國打的話 他不去台灣的話 那我一定留下手 那你就全部 那你就沒有意志了 不過他這個安排有些變數 因為據報現在塔利班 一來警告阿富汗人 就不應該撤離國家 二來就是 已經包圍一個機場封鎖了 如果你沒有這個外國pass 基本上都過不了他 是 沒錯 所以都 而且他作出某一程度的清洗 現在已經 撤僑期間 這個慘事特別多 就是CNN、BBC 就開始不斷報 譬如說 有個什麼 阿媽帶了兩歲的女兒去機場 結果被人踩死了 那個女兒很可憐 人間悲劇 那為什麼要這樣搬過去呢 倒不如在家裡有尊型地死 這些都表現到 其實阿富汗人的心態 就是很害怕塔利班 他們不是做了阿姦嗎 就是阿姦一定是 你出了外國 可能他們做很多人 殺了很多阿里巴 他們殺了很多阿富汗人 他們那些 那些美家殺了阿富汗人 還有美國 譬如美軍 你知道美軍去到哪裏 都要奸 就是之類的很多 受口都很大 還有說一下立陶宛 就是之前 這個中立關係變差 現在立陶宛 就開始有些民間的呼聲出來了 就是說 那些木材店 就是當地華商 就不買我們的木材 不買我們的糧食 他們就開始撤資 就走了 那又怎麼過呢 那是過不了的 但問題沒辦法 這個世界很殘忍 很殘忍 就是你做政治 或者必然要付出代價 因為美國對於立陶宛 那個代價 那個利益較大 那你不能不放棄 即是你不能夠食肆兩邊查例 那美國的利益是大一點很明顯 所以你就撤回美國 那是應該的 但問題就是 你就不要怨中國去這樣對付你 你老闆叫你 就是這樣 現在你的老闆 那個人出五票 然後叫你走過來 跟我說你老闆 那你過來 那你都要過來 是不是才對 我走見了 我以後不能做了 接著可能 趁常公司不在我旁邊 甚至一巴掌 還要添我兩巴掌 那你就明白 那你沒辦法了 那我也承認 但問題就是 事後來報房間 不出糧給你 然後事後來報警 那你都要跟老闆 就是這件事是很明顯的 只不過你在美國 如果不是說 我給夠實皮的東西 你走過去跟老闆 你那個老闆 你去搗亂他 搗亂他些 總而有什麼官司 我幫你打 你選不選 那你老闆放水 那你當然有什麼 對不對 官司就幫你打 你搞定他 那全部都是出錢問題 你美國利益大一點 因為中國在立法院 沒有什麼利益 但美國通常給錢 是一次性的 但是 跟中國建立商業關係 是長久性的 那如果 就是民間的商業來往 或者經濟來往 不穩定的話 其實對他本來很重要 英國和美國都有經濟 他不只是跟中國的經濟 只要英國和美國那些 近一點 也同聲同氣 中國不能夠跟那麼多 建立商業關係 是那麼多 因為立法院不是那麼多 但是商業關係 你當然是希望有些查理 但你吃不到 你吃不到 你吃不到 這件事是 美國人給你 黃之鋒出美國糧 是有代價的 你的魔鬼的交易 你有代價 你不是不用管的 人家出你糧 你不用管 李宇軒坐牢 你明白嗎 據說人家說 有些人說 美國曾經想滅李宇軒 即是明白 很殘忍的 不是以為無成本 美國撞到你 你一定要計算一條數 你一定要計算一條數 那些錢有毒的 但當然我們周時都會找些有毒的錢 就是殺人放火 周時都會有 但問題就是 你要知道得好 你要知道得好 美國這次有毒 但是這件事 令到中國都不知道 是不是有些尷尬 即是你其實 去到這裏之後 你還繼續做下去呢 如果你放下立陶宇 不管的話 那些人就自然 繼續跟台灣有建立 實際的關係 但如果你對付太狠的話 又會不會引起 什麼新一輪 兩個都留了一手 中國和美國 中國和立陶宇都留了一手 立陶宇最少是台灣 台灣人 即是整個規格是留了一手 也沒有正式 都是維持一半 而中國也是留了一手 他撤離了整件事 大家當然知道是蝕張 所以不要這樣做 暫時的關係都保持在這裏 但是如何處理 都是很厚大的功夫 所以今天 這個兩岸國際都去到這裏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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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